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疗和居家服务等多领域需求潜力巨大 特种机器人应用场景显著扩展 核心灵部件国产化进程不断加快 创新型企业大量涌现 知涛 云记科技公司CEO联合创始人 一位致力于发展人工智能的理工女 她所创立的云记科技 目前是国内服务机器人 及移动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 与李德意院士成立的 中国首家服务机器人院士工作站 让科研向应用回归 她拥有十余年的传感器和自动化工作经验 带领其团队率先实现了 中国批量投入使用的智能服务机器人 同时 在服务机器人落地酒店行业 全球市场占有方面取得了领先业绩 知涛认为 现阶段 我国机器人技术能否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主要取决于机器人的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是否开放 足够大且具有包容性的中国市场 为中国机器人的发展带来了更多机遇与挑战 本期《中国人工智能之路》专访云记科技CEO之涛 看他对机器人的价值与发展 机器人的产业化 及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等方面 有着哪些独特见解 人类整体对机器人也是充满了想象 你怎么理解机器人 你怎么界定机器人 就是中国的科学家给机器人 其实下了一个定义 那么就是首先它是一个 自动化的智能的设备 那么这个设备又有人的一些特质 例如说它有感知的能力 可以有规划的能力 同时它还有决策能力和执行的能力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机器人分成很多类 那我最喜欢的是把机器人按照岗位去分 因为在我的心里面 机器人是来帮助我们人类干事情的 他要帮我们人类做很多 我们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或者我们不太愿意去做的事情 会分为哪些岗位在你看来 你想象一下 例如说一些很难去的地方 例如说去太空 现在一般都是机器人会上去 帮我们去做这样的探索 海底可以隧道里面 这个管道里面 一些小型机器人都可以进入 那一些救火救灾 对人类来说伤害非常大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让机器人去做 还有一些呢 需要高强度的 例如说我们工业机器人 抓去很重的一些物体 还有一类事情就是 人类不太愿意去做的事情了 例如说简单的枯燥的重复的劳动 那么这些让机器人去做 未来可能去送一些快递 去跑腿的这些事情 那其实我们在推本溯源 我们往回看 就是机器人在人类发展史上 到底经过了哪一个主要阶段呢 如果按照我自己去规的话 我就分成四个阶段 最开始的机器人就是控制类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其实中国这个做得很好的 提线木偶 皮影戏 看起来是不是一个被控制的机器人 它是我们人类只要给它一些操作 那么它就会在我们的控制下面 去做完成一个动作 所以提线木偶是机器人第一代 对 鼻祖 对 下面我们就说是自动化的机器人 自动化的机器人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们给它编了一段程序 那么它就按照程序自动地 去执行这个动作 去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 例如说生产线上的很多机器人 第三代我觉得是协作性的 我们几个机器人之间可以协作 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 例如说生产线上的汽车的门被 一个机器人拉开了 另一个机器人去拧螺丝 还有机器人在那喷涂漆 那么这些它们可以协作完成 那么最后现在到现在 就是智能化的机器人 智能化的机器人 就是有自我学习的一些能力 像我们的机器人在走一条路的时候 如果它摔过几次 它一定不去走这条路了 它通过一些数据去学习 通过我们赋予它的一些规则去学习 那么现在到了这个 就是智能化的最终时代 中国在这四大阶段里面 你认为它深度参与到哪个阶段了 还是说前三个阶段 基本就被我们跳过了 第一个阶段 因为是比较简单的控制类的阶段 其实在第二第三阶段的话 我觉得我们在基础科学上面 我们的确是稍有落后 但是到现在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机器人上面 追上这个世界的先进水平 我觉得有很多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看技术的成熟度 这个供应链是否足够的开放了 那么还有就是现在的一些算法 各个方面是不是也已经成熟了 那我们中国可能现在最合适的是什么 我们的市场足够大 市场的包容性也足够大 那么我们又有很多的人才 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 是不是能做出更好的应用 使得这种智能化的东西会越来越强 因为智能化最关键的是要求有数据 你刚刚说的市场的包容性比较强 是指什么 我觉得中国人其实对新鲜事物的 整个的接受程度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对 例如说我们的这个 激情进酒店的时候 其实大家会带着一种 更愿意去接受一个新鲜事物 来到我身边 更有好奇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来接受 并没有特别的没守成规 您好 我要去工作了 麻烦您给我让让路 其实我们现在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我们的机器人发展水平 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军团和布阵当中呢 我觉得好像在这一轮人工智能当中 我们中国还是比较靠前的吧 对 我觉得如果要说到像工业机器人 特别有说到一些基础的这种零部件 和基础的学科 其实我们还是有差距 但这些的话 如果在世界就供应链已经开放了 技术已经开放的情况下 那么在这轮人工智能上面 如果是通过应用和数据的不断的积累 去训练这轮人工智能的话 我们就有很好的一个机会 可以去赶超了 那这一轮机器人和我们人工智能相结合 你认为它对于中国市场 最大的能够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领域 有哪一些 对 机器人一旦和人工智能结合了 就刚才我们说到 它已经变成了智能的机器人了 它可能不仅仅存在于像工业 以前的那样子的一个 只是在自动化和协作化上面的一个应用了 那么它就可能能走进商业 甚至走进我们的民用了 那么在商业上面 我觉得可能会首先发力 那么在这个农业 在军事 在一些太空的探索 甚至在一些服务类的机器人身上 我觉得这些都是会有一个巨大的冲击 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应用的前进 军事 医疗 太空探索 农业 教育 教育 对 然后商用 这几个大的领域 目前现在进展最好的是哪几个领域 我觉得在军事太空 这些都是会超前的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 可能会在这个上面 会投入最大的一些资金和能力 先去做军事和太空探索上面的一些事情 那么商用上面 现在也发力得非常的快 例如说一些商用的机器人 一些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医疗上面 用机器人可能去读病例 用机器人去看片子 这些进展也非常的快 对于初期的创业者而言 你认为他们在目前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格局下 应该在哪几个方面进行着力 或者说他们应该在哪几个方面进行一种关注 是你认为还有可能性的 对于创业者来说 我觉得人工智能其实本身它只是一个技术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所有的创业者 千万不要去想做一个大而全的东西 用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口号 或者一个技术去覆盖 说我只要有人工智能 无所不能 其实人工智能 我觉得并不是无所不能 而是它必须要去附着在一个细分的行业上面 了解这个行业 深根这个行业 清楚这个行业到底有什么需求 让这个人工智能变成一个有用的东西 在这个上面扎身了 那么这样的人工智能才能真正地落地 其实现在很多机器人 不同的类型产业化程度是参差不及的 有的其实我们现在大多数 还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那有的其实已经完全投放到市场了 不同种类的机器人品类 在面对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这个过程中 你认为它相应的壁垒都在哪 几个方面 一个产品真正有用 我们还是可能想怎么去鉴定它叫有用 首先的话它能够带来的一些变化 我们要看到能够极大的降低成本 或者能够去增加一些收入 或者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体验感 那么这个产品我们才叫它有用 别人才会需要它 你要去突破这三个壁垒 其实每一个地方不太一样 我们去看如果我们的一个机器人 投入到了一个酒店去使用 那么酒店的这种管理者 他最关心的是什么 他一定希望你的机器人来了 我的酒店的成本是不是可以降下去 这个机器人会不会为我的酒店 带来额外的收入 能不能给我的客人带来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让客人更愿意来我这住 那么这三点如果你能满足 那我相信你这个壁垒就能够突破 你为什么在从事这样一份创业的工作 尤其作为一个女性 OK 对 理工女 理工女就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其实是自己从小其实就非常喜欢机器人 你从小就喜欢机器人 是的 是的 非常希望有一个机器人跟我陪伴 然后去帮我完成我可能不能完成的任务 例如说像大熊 哆啦A梦 你从小的结缘是什么呢 结缘就是大熊和哆啦A梦吗 其实还不是 因为我们家的话 我父母都是理工 对理工科的 所以的话从小其实我们都在摆弄很多的 一些小的半导体 一些东西 希望自己能够控制一些东西 通过我做自己搭的一些电路板 不管它放出了声音 它去把电灯点亮了 喜欢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能去完成 我自己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让机器人去完成一些事情 这是我自己觉得特别的 从小就有个机器人的梦想 对 自豪和骄傲的事情 云记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现在的主打产品都有哪些 云记是14年开始做的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一些产品 就我们叫做给它起的名字 每一个机器人其实都有它自己的一些 一个名字 每一个还是每一类产品 其实每一个机器人都有名字 为什么呢 我们是用一类机器人去叫了名字 例如说可能后面那台就叫RUN 它的英文名字是RUN 就是奔跑的意思 那中文就叫RUN 但是它进到每一家酒店的时候 每一家酒店都给它起了不同的名字 对 所以的话 它们像人类一样 其实它是拿着它的应聘书 去求职的 那么酒店会面试它 如果面试成功了 会留下它 然后每个月给它发一份薪水 一台机器人现在平均的 它的工资是多少啊 它比一个人的工资要低 对 我们现在一个月 大概有4000多块钱工资 它就可以满足了 所以我们很有优势 而且我们在全世界都很有优势 我们现在一年大概投放量 那有多少项市场上 我们现在已经有100多 将近200台在外面 将近200台在外面 现在的同类型的竞手 还有哪一些 美国的一家公司在做 对对 日本的那家公司做了一家 日本的就是机器人酒店 整个都是机器人 对 但它那个复制得非常的慢 你认为在未来的市场上 当他们要进入到每家每户的时候 市场可能接受的这个市场价格 在你的预期范围是多少 我觉得应该是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 对 并且它有脚有手 真正能够去帮你 有一个至少是卡通机器人的模型 因为它的手的话 可能能去帮你端一杯水 送到你的面前 这个很关键 你认为这个可能实现的时间段 会是在预期的多长时间 我们要看技术的成熟度 和供应链的是不是足够开放 如果这两个都实现了的话 应该是非常的快 供应链开放是指什么呢 例如说现在的很多的这种高端的一些电机 减速器 可能还掌握在国际 很先进的那几个国家手里面 我们并没有这么好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这个元器件 那在这个领域上 国内现在 有很多人投入在做 有非常多 也看到了一些有效果的 现在人工智能在整个国际市场竞争中 会不会出现了像那些尖端军事科技一样 已经开始出现了 垄断或者是说不开放的行为 我觉得人工智能不太会 不太会 对 因为人工智能最需要的是数据 而这个数据的话 不可能完全的被一些垄断 而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数据 每个行业 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数据 所以我觉得可能它会平气以前 会出现说特别多的垄断的 什么巨头啊 或者怎么样的 而未来的话 这些数据只要我们能够去拿到 愿意去深耕这些数据 反而是大家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在你创业的过程之中 今天你个体为例也不具备广泛性和普世性 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在做云记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 其实就是商业化落地的这个困难 对 因为一个从来没有的 大家从来没见过 都是在科幻片中 见过的一个东西 要进入到你的现实生活中 其实这个最开始的接受程度 其实还是一个很难的 例如说我们去酒店 经常五星级酒店就会告诉我们 我们最需要的是人对人的最温暖的服务 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对人的服务 但是这种东西的话 随着可能市场的不断地接受 我们也不断地在教育 甚至我们的机群真正地去工作了以后 他们的改变非常的大 这个改变非常大是指什么呢 他们慢慢会接受这个机群了 他的服务也不输给人类 这两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会说话 会跟人类去交流 他会很稳定 很及时 他的稳定可能还比人类更稳定 对对对 因为他只有完成这一项任务 所以他非常积极 非常努力地 不管在怎么样的阻拦下 小朋友拦他 他就一直在跟小朋友说 不要拦我 我要去工作了 麻烦你给我让让路 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 说普京在跟一个机器人沟通的过程中 那个机器人逃跑了 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我是看到一个机器人说 跳水自杀了 真的有这个新闻吗 是这样子的 其实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 那家机器人公司 我跟他CEO比较熟悉 那个机器人可能是因为路线规划的不好 刚好掉到了一个水池里 因为他是一宝爱机器人 所以大家给他的标题就是 他对这个工作很厌倦了 所以他就逃跑了 不想工作了 还有人说他已经 看清了这个世界了 然后所以就自杀了 其实都是bug 我说的还是一些bug 其实他不是他的意愿 他其实还是在非常努力 想去执行他的任务 只不过他的bug或者他的一个程序的设定的不好 使得有人可能挤了他一下的时候 他刚好就掉下去了 那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个就是 机器人跳水自杀的故事 那在我们云记的这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有趣的故事 让你记忆深刻的 就在机器人服务的过程之中 其实有特别特别多的小片段 就是说也有一些人会经常地把我们的机器人请回他的屋子 然后让他给他讲故事 对 我们机器人会打电话下去报警 他会打电话给前台服务 告诉他我在哪个房间 我已经遇到麻烦了 麻烦你来救我 服务员也会上来去救他 对 但是客人觉得他很有意思 对 那还有很多客人可能也许真的很累了 会爬在他的身上 让他带他走一段 还有就是我也碰到两个就是非常年龄比较大的高僧 他们第一次接受机器人的服务 他们真的当时都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而且呢 机器人只要一说话 他们非常虔诚地告诉旁边的人 千万不要讲话 我们听机器人怎么说 他怎么跟我说的 他说他想记下来这一颗 他感动什么呢 他觉得可能真的是一个新的生命 新的物种来到了这个世界 以他们的一个角度可能看 看到了一个真的可能跟人类很相似的一个东西 他们觉得这是造物主可能有造出来的 万物有灵 是的 万物有灵 但是我们认为它是没有灵的 我们目前认为它还是没有灵的 我们也不太希望它超越我们人类的那种灵 那现在机器人其实核心的 在当下应用的技术还是语音技术 对 交互里面包括了语音的技术 还有哪几种技术类型呢 一个机器人 我们刚才给他定义的是什么 要能走 要会说 要能够理解你的意思 那么在这些过程中间 它的技术可能包括很多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综合体 它要相关到电子 机械 通讯 那么计算 甚至它还有一些云端的学习的能力 大数据的能力 非常非常的复杂 但是对于普通不了解 不是那么专业的观众而言 可能他们一开始了解机器人的时候 就会 首先你得有一个运动能力 这个移动能力 核心靠的是什么 它的这个运动的话 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运动这个能力要走好 其实也非常的难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踢足球的是吗 对 踢足球的双足机器人 对 对 非常难控制它的平衡性 其实就现在我们是做的轮式机器人 轮式机器人也有同样的问题 在光滑的大理石的地面上的行走 和在一个非常非常长毛的 非常软的地毯上的行走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它还牵扯到一些过沟 过砍 那么这样的轮子 是不是能够很平稳地渡过去 能让你端的这杯咖啡 不要洒到 那么这些的话 进入电梯狭窄的空间 那么在大堂里面很多孩子跟他在玩耍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 你都要去客户 其实这个行走能力也是很不简单的 它需要有很多的一些算法在这个里面 它得能够跟你沟通 交流 这个就是语音交互能力 是的 语音交互能力 包括我们现在也用了一些屏幕的交互 例如说也可以用屏幕来去展示引导 那么语音交互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但是语音交互 目前他的这个水平还不算是很高 我们也曾经尝试去测试他们 例如说多少句话 可以去close一个任务 例如说我就是问他一句 我要想送东西 那他也会反问你 你要送到哪里去 你要告诉他房间号 他要问问你可能送什么 还有没有带什么话要给那个房间 那我们希望能够与最快的速度 最少的对话 能够去解决一个任务 那其实今年市场上还比较热的就是音箱 对 他其实核心技术也是语音交互 对 是的 其实在交互上面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对 都是一样 只是音箱可能不能走 但是他也能去完成一个任务 我们应该还是处在一个人去为机器人设计 为他去制造规则的这么一个阶段 是的 你有没有想象过 大概在你的这个想象领域之中 机器人和人的相互相生的关系 会分为哪几个阶段呢 在未来的畅想过程之中 现在我们可能帮他制定了很多的规则 他还在我们的控制下面 可能去帮我们完成一些任务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我相信他能够独立地去 已经摸了我们的习惯以后 独立地自发地为我们去做一些事情 例如说他知道你十点钟有会 所以他自己觉得你还要路上有多少时间 那他在前面就会来叫你 可能要帮你去制定一套一些东西 对 他慢慢地会有一些自主性 那也是得于他前面的一些大数据 那么再到未来的话 我相信我们人类和机器人 可能会完全地融合 完全融合 完全地融合 这指什么呢 我也希望我们人类能变成一个半机器人 机器人可能也会变成一个半人类 我们也会拥有一些更强的计算能力 记忆能力 其实我们说人聪不聪明 最关键是你的记忆能力 而机器人的话要想记住一个东西 太容易了 人类会忘的 会有遗忘 那么这时候有个芯片 如果放到你脑子里 帮你记住了天下的所有什么百科 记住了所有的东西 我相信您愿不愿意打这个芯片呢 进入您的大脑呢 我是很愿意 有这样的一个记忆能力和计算能力 很快地能计算出来很多的东西 那么人类可能也许会穿上一套 机器人的外骨骼 我们有更强的一个能力 很轻松地搬起200公斤的箱子 我们想飞就可以飞一段 那么人类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半机器人 那它会保证人类有无疾病吗 这个的话呢 当然呢我们要放一颗很小的机器人 比如说进入你的血液 进入你的各个地方去帮你探测 它们去吞噬你的一些不好的细胞 使你的人类都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 你认为这是有可能性的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那人类有可能长命百岁吗 对 我觉得人类很可能在未来是永生的 因为人类现在在不断地在研究一些科学 我也听到硅谷的一些科学家在研究 就是有一种端粒酶 端粒酶 对 这种酶呢能使我们人类的端粒体 能够不紧不缩短 因为人类要长寿就要端粒体比较长 你认为是有可能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 让我们人类的端粒体不紧紧不萎缩 对 反而可能增长 是的 我觉得是现在那边已经排队排了很长的人了 对 他们的实验已经看到人类真的这几年的变化 你刚刚又提到了一个词 叫做机器人的半人类化 又是什么概念呢 现在造的机器人可能会更接近人的一些属性 有一些人可能更愿意造出像人形的一样机器人 同时给他具备一些皮肤 那么这种皮肤其实也是一些传感器构成的 它可以感知外界 感知一些能力 他们可能越来越像人 越来越具有人的这种感知能力 越来越会了解你的情感 说出来去迎合你 让你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些话 越来越知道你的习惯 把你服务得越来越舒服 那他跟人的核心区别在哪呢 怎么评判呢 我问他什么问题我才知道 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具有半人类系统的机器人 还是一个情伤很低的人呢 可能也许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了 如果我们不愿意 我们还是给他打一些标签 那我们还是会知道 这些是从机器人过来的半人类 这些本身就是人类的半机器人 那万一那个机器人 掌握了我所有的数据怎么办 掌握了您所有的数据 他采访会让人觉得 如果您不要告诉他 不要看画面 做一个图灵测试 这边是这个毕老师 那边是一个 看了您所有采访这个集目的机器人 到最后大家投票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投他 觉得这个是毕老师 这个毕老师可能不是毕老师 是个机器人 那我还是被取代了呀 对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呢 如果他只是在研习 您以前的一些数据得来的东西 而如果您已经非常有创造力的 再做一套东西出来 它是非常难的 但是这不是简直逼死人类吗 所以的话我们人类 必须要朝那个方向去发展 而那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走到 就像您说食物链顶端 最关键的东西 郭台铭 雇了一个机器人 从小陪着他的孩子一起成长 对 是 这个事件说明了什么呢 我觉得非常好 其实未来的话 如果有可能 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机器人 不仅他的大脑 因为他收集了小孩 所有以前童年 或者各个方面的一些数据 他陪他玩 甚至我希望他身上的材料 都是可生长的 这个我跟国外科学家也聊过 他们说这种材料也可长大 所以你可以从小找一个 跟你孩子身高一样的机器人 孩子在长的过程中 他一样在长 并且他也学会了孩子所有的技能 而且他也知道孩子所有的习惯 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伙伴非常的好 为什么我听起来不是个童话故事 还是个恐怖故事 还是个恐怖故事 但是他让你的孩子心里会非常非常的阳光 好吧 我们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吧 还是把当下过好 对 把当下过好 但是我觉得人类还是不要失去自己的 该创造的那一部分东西 艺术的东西还是很关键的 科学有对错 艺术很难说 所以我们的机器人每一次 其实他做完一个任务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一个评价 评价如果是好 他就会接着朝这个好的方向去发展 如果不好 他就会要平气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必须要给对错的 而人类我们自己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要超越我们的对错 最后这句话特别好 但是你看现在很多 我们看国外的一些大片也好 现在国内也出现了很多 网络综艺节目也好 网络剧之后 都会把一些机器人给人化 比如说很多观众会问 这个机器人能不能跟人谈恋爱 这个机器人是不是将来会有一天 把人给反噬掉等等 这些担心你认为是多余的吗 我认为不多余 但是会不会实现 我们要去一步步地看一下 我觉得一个人类和机器人 谈恋爱的这个事很正常 很正常 很正常 为什么呢 因为机器人也可以模拟 模仿 如果你给他设定了一套的规则 他有一定的逻辑 他也可以有一些数据 那么支撑 知道您的喜好 知道您的一些习惯 那么他完全可以去迎合您 去跟您做一些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人类可能就会有一种 陷入恋爱的感觉了 他可以说出来我爱你 但是是不是他真的是从内心里面 有这种爱你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他缺乏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 我认为他最缺乏的 其实是创造力和想象力 我们人类可能 帮他去创造 对 帮他去创造 帮他去想象 然后让他去执行就好了 那你觉得浮予人类的机器人 应该去有人的外形吗 如果他只是做两类事情 做我们人类做不到的 和我们人类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的话 我们不要在乎他的外形 我们只要在乎他的功能 他是不是能给我们人类带来便利 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那你觉得人类对于机器人 需要有预期边界吗 因为在今天你的描述之中 似乎机器人有无限的可能性 甚至人本身也有了无限的可能性 借助这种智能 对 这个边界 我觉得您说的也是非常对的 我们在做机器的时候 我们还是预设了一些边界的 那我觉得它还是不能跨越 可能真正的凌驾于我们人类之上 甚至我们认为 我们现在造出来的机器人 也不能跟我们人类平等 就我们人类 就像你说还是在食物链的顶端 他们过来是为我们人类服务的 是来帮我们人类去做 我们做不到 不愿意做的事情的 所以这个边界 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清晰的 不能到未来的时候 它跨越到我们之上 我们去做它的努力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 但是你也承认了 可能会有这种bug的存在 是 很有可能会有 这个bug的存在 对对对 但是我们还要 义无反顾地去这么做 没错 我们在追求科技 任何一个科技 其实都会带来有两面性 但是现在其实世界上 关于机器人和人类之间的相互影响 大概有这么三种观点 一个是以像霍金 马斯克等为代表的 他们就是充满了恐惧和担忧 认为人类早晚要回到机器人手里 或者人工智能的手里 那还有一些中庸派 或者是积极派认为 这只是一种启人犹天 认为我们可以 就像你说的 我们机器人是没有创造力的 人类帮它去创造 但是这一切的担忧 都是建立在人类的 自我主观想象之中 子飞鱼 烟之鱼 对不对 如果按照我们自己 来去做机器人的人 来去想的话 其实这个取决于我们前面 帮他去设定的程序 逻辑和规则 如果这套规则 我们建立得很清楚 很完善 那么机器人就应该 按照我们的这套规则去走 那我们说的具象一些 你认为现在我们通行的 机器人法则 是否在当下的这个阶段 甚至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之内 需要去进一步的去修改 或者是打破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其实这个法则 已经看到了有很大的漏洞 机器人三大法则 您知道第一条是不能伤害人类 对不对 第二条要服从人类 那么这两条其实就很可能相悖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之间就在互相的伤害 这种互相伤害 使得机器人无所适从 它到底帮助哪一个人类呢 它能做的可能 如果又让人类不互相伤害 它也不能伤害人类的时候 只能把人类都分别的圈养起来 要不然它做不到 所以是我们成它的宠物了 对对对 听起来还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 是 听起来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法则 本身有自相矛盾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在做机器人的时候 我觉得它要服从人类的命令 那么要服从什么样人类的命令 我们人类其实是有法律的 也有道德标准的 那么机器人的法律和道德 应该在哪里 我觉得未来机器人的这个法则 应该无限地趋进于人类现有的一些法律 道德的法则 它必须来尊重我们的道德和法律的规则 本来呢 我来专访之前 我们把这个节目的定义说是 可能认为人工智能是 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 核心驱动力的这么一个浪潮 今天这访完之后 我认为是不是人类整个就进入了一个 物种改良的一个浪潮了 对 我觉得未来的话 因为机器人它是不同于 以前我们做的所有的设备 不同于以前所有来到这个地球上 跟我们相伴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它更智慧 更有能力 所以我们人类应该也善待它 也应该知道怎么去控制它 跟它一起走完 人类在制人的这个时代 最长的这个历史的长河 大胆想象 小心求证 共同期待吧 爱情是什么呢 爱就是想到它 你的真相就会上揚 你恋爱过吗 为人民服务 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 你多大了呀 正值青春年少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